接下來這一題是一些考試會出現的類型考題 他給你一張表,寫了一些內容 他問你,我的冷風什麼時候到 我怎麼知道冷風什麼時候到 我大部分的時候,看的情況是看溫度 冷風到的時候,溫度會怎樣?下降 還有我會看天氣,因為冷風是風厚雨 冷風到的時候天氣會變壞,會變壞 偶爾可能會去看氣壓,因為風厚雨氣壓會突然的下降 我們很少用風速跟風向來看,我們什麼時候冷風到達 OK,好啦,那你就看看這張表格上所給你寫的資料 請你判斷一下 請你判斷一下,我們的冷風是什麼時候到 請你判斷一下,我們的冷風是什麼時候到 OK,來,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這個表格的內容 然後他冷風什麼時候來的 停車,戰界問 33號 33號 33,誰啊 可愛大帥哥 你的答案 你的答案 1月1號 請說 你一講1月1號,我不會算你錯了 你一講1月1號,我不會算你錯 但是我們給你的答案叫做 12月31號到1月1號之間 為什麼啊 你看到12月31號 溫度有11度 突然到了1月1號變6度 突然溫度下降 所以11號的時候,冷風還沒有到 對不起,31號的時候 封面還沒有到 1月1號的時候封面怎麼樣 已經到 你問我是何時到嘛 所以我是說 31號到1號之間 但是1月1號已經有 冷風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說 你跟我講1月1號我也不算你錯了 但是我給你的答案是 31號到1月1號之間 就是一種考試的類型 寫 提供一些資料 請你判斷冷風何時到達 我大部分都是用什麼判斷的 溫度突然變低了 我還要怎麼判斷 天氣突然變壞了 因為風後雨突然變壞了 偶爾可以用氣壓看一看 氣壓突然變小了 很少 基本上不會用風速跟風向來判斷 這就是我們判斷的方法 可以嗎 OK嗎 OK 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 等一下 開店 是嗎 是嗎 muito